Hello 大家好 我是麻油 歡迎又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就想說一個品牌 整條影片都只想說一個品牌 就是TOOFACE TOOFACE在4月份的時候 就來了香港 他們就在海港城 和Lab Concept 開了他們的首間店鋪 其實他們來香港之前 我已經是用TOOFACE的 這個就是他們親手 到我家的一個PR box 今天這條影片就不是任何的贊助影片 所以我今天講的所有評論都是我的真心的評論 當初他們還找了一個 鬼佬猛男 穿了西裝特意 在我家 這個box打開了 裡面就有一個影片 這裏就是TOOFACE創辦人的一條影片 即是說TOOFACE來香港 終於發生了 TOOFACE來香港 I hope you're as excited as I am 好 大概這樣 明白了 然後裡面有些什麼呢 其實我對TOOFACE的產品都很熟 讓我現在告訴大家 首先有它的Hangover Primer 接著有它的Peach Palette 還有它的Diamond Highlight 這三樣東西 我今天也想用一些 我自己用開的TOOFACE的產品 去評論給大家知道 讓大家可以更加清楚 某幾個產品 還有我今次在櫃櫃的時候 發現我有一支買了很久的掃都沒用過 一個我未擦過的Unicorn Color的Highlight掃 很漂亮 等下一次試一試 好了 Anyway TOOFACE是一個很優雅的品牌 雖然它是給人一種很優雅的感覺 但其實它是一個很高質素的化粧品品牌 最有名的就是他們的Peach Palette 雖然看起來就是一個眼影盤 但是最厲害的是 你聞起來真的有一個Peach的味 它們有巧克力和Peach不同的味道 我曾經有說過我不是很喜歡太重味的一些化妝品 一聞下去就是很CHEMICAL的那種感覺 但是這個Peach Palette 它不是那種味 它是一種很軟的水蜜桃味 很多汁的感覺 很輕描淡寫的 所以我覺得是OK 我接受到的一個有味的產品 除了它們的Peach Palette之外 我自己的個人喜歡就是它們的Bornisway Foundation 這支Bornisway Foundation 是比味到我平日最愛用的Dior Backstage的那支Foundation 所以我們今天就會用這一堆TOOFACE的產品去化全妝 但因為我沒有LIP產品的關係 所以就先化一下吧 首先我們就用這個HANG OVER Primer 我是沒有用過這個Primer的 我是第一次用的 是沒有味的 首先第一就是 不是所有TOOFACE的產品都有味的 我想不是它特意有那種味 是它的材料有少許的椰子味 很少 但是不是特意做到產品很香的那支 我最愛的兩支Primer 一支就是Tatcha的Skill Canvas 另外我最愛的Primer就是Hourglass的Primer 那兩個都是感覺上沒有這支那麼滋潤的 這個感覺上我現在塗完之後 你會看到有一種Dewy的感覺 那我想這個Primer就是 如果皮膚狀態非常之不好 很乾或者很裂開的感覺的時候 就可以用的 而且雖然它很水 但塗上去是有少少柔柔的感覺 油性皮膚就未必適合你 但如果你是偏中性皮膚或者乾的話 我就覺得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我剛才是沒有塗任何的產品 就直接上這個Primer 就令到我的皮膚現在有一種很準備好 上妝的感覺 首先我們第一個 就是用這支Born This Way Foundation 那這支顏色是Nude色 Coverage算是Medium Coverage 去到High Coverage 但是它是極度很Blend 還有它是可以耐久全日 非常之長的 我首先試半邊面給大家看 因為每一個人對粉底的追求都不同 如果你追求一個粉底你塗之後 是完全令到你皮膚零無孔 但是你不介意那種很厚粉的感覺的話 我就會用Huda Beauty的Foundation 或者我就會用Hourglass的Vanish Foundation Stick 但是如果我找到一個Foundation 是很高遮瑕的 都會感覺上像皮膚真實感很高的感覺 的話Born This Way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現在看到這一邊就是用了Born This Way Foundation 感覺上都好像皮膚 但是膚色均勻了 有一種自然的光澤 這邊就是我的暗瓦 斑點 毛孔粗帶 它的顏色的範疇都很適合亞洲人 因為我已經是第二支了 而且就算Beauty Blender 它吃那麼多產品 其實我用了一輩子泡 已經可以上半面了 你會看到少少這些眼袋 遮瑕的位置 我稍後就會用它來遮瑕 接著就要說這支Born This Way Concealer 我這一支顏色就是Fanella 一出的時候 我看到網上大家都是為了它瘋狂 因為它叫做Multi Use Sculpting Concealer 它的中指就是 除了可以讓你遮瑕之外 你買深一點的顏色 就可以當是Cream Contour 用淺一點的顏色就可以當是Highlight 我就買了一個屬於我皮膚的顏色 去做遮瑕 首先我現在就遮瑕眼給你看 我自己覺得雖然它是一個遮瑕度極度高的 遮瑕 但它不是一個非常容易遮瑕的遮瑕 就算我現在已經是用Beauty Blender 去上的時候 都是比我平時遮瑕的遮瑕 是難遮瑕了 所以如果大家用這個遮瑕的時候 可以嘗試上少些產品 慢慢慢慢遮瑕 就像我現在 其實我現在上的產品 比我平時用的遮瑕 上少了產品 因為它難遮瑕的關係 如果我放太多的話 就會很激烈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是會選擇 用粉底多於遮瑕 因為我上了遮瑕的時候 就算已經用我平時少了的份量 上了我的下眼的位置 但看上去都會有一種很厚的遮瑕 如果你的皮膚本身是很多斑點 或者是紅印 或者毛孔很粗大的話 這個遮瑕就很適合你 因為有些地方很難遮瑕 可能要用兩三層的遮瑕 才遮瑕 但這個就可以一層幫你搞定它 還有我想教大家一個trick 就是如果大家用這個遮瑕 我會建議大家 上完遮瑕膏之後 上一個setting powder 在眼底那裡 就會防止它有一條條印出來 首先因為我沒有Too Faced的powder product 所以我就用Fenty Beauty的這個setting powder 哇 用完那個setting powder之後 會更加滑 然後我就要介紹 我覺得在Too Faced裡面 其中一個最好的產品給你 也是我自己買的 就是這個Too Faced的Sweet Heart Bronzer 它是深型的 這個真的非常之好用 非常之適合亞洲人 它可以令你的皮膚 有一種很健康的膚色感覺 我平時用的時候 因為它有兩種顏色 我會混合一起用 記得燈粉 大家看到我用完之後 有一種很健康膚色的 那種薄透的感覺 自然很多 所以平日用的話 是很適合很漂亮的 而且看上去 別人不會覺得你是用了一個Bronzer的感覺 尤其是女性如果太白 感覺上太膚色的話 其實加一點Bronzer 已經有一種很健康的 很有血色的感覺 再加一點Blush 完美的 接下來我們要用的就是這個Pitch Palette 我們今天就用一個 比較自然的 大家都可以平日用到的look 我們先看看這個palette 首先它有不同類型的Base Color 它有白色 可以用來做Brow Bone 它們就有一個Cream Tone 可以給你做Crease的底色 有七種是有Shimmer 其他都是Map Tone 所以這個palette 可以製造很多不同類型的look 我們首先就去這個 Pitch & Cream的這個色 做Crease Color 我覺得現在這樣上這個 Crease Color的顏色 其實已經蠻好看的 然後呢 我就會用 Camelize的這個 少許Shimmer的啡色 首先它很pigmented 因為我其實已經很輕輕用了一點 但它的感覺已經很上色 而且它很容易bland 我輕輕掃幾下 它已經bland好開 它不會感覺上 那些粉會卡在眼上 所以這個是Tou Faced的一個 其中一個很好的賣點 就是它的palette 很好bland 化了這個顏色之後 我就會用一個比較幼的掃 去上我的下銀線 那我就會用這個 有紫和啡色的 Pitch Pit的這個顏色 那為了自然的關係 我是不會這樣打橫 我是向下bland 我是向下掃出去的 然後我們就會用 Candy Peach的這個 蝦肉色 上在眼皮的中間 直接用手指上 搓搓搓搓 然後我就會回到我剛才第一個 Crees Colour的這個顏色 去將所有的東西 弄到它軟一點 唯獨是一件事 就是它有少少飛粉 不算很嚴重 但會有飛粉的這個情況 如果遇到飛粉的情況 代表這個粉會很容易bland 但是大家記住 不要一次過上太多的粉 因為一覺不小心就會拿了很多粉 所以記住一定要把多餘的粉 才好上在臉上 OK 搞定了 今天這個顏色 完全是眼線都可以不用畫 那我就會補少少的Mascara 我就會用我用開的 Gecko Milano的Mascara 塗薄薄的一層已經可以了 說實話我做了一個 新的眼睫毛的Treatment 令到我的眼睫毛可以增長 那我拍了一個片 拍了一個之前和之後的片 應該很快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做了這個Treatment之後 我的眼睫毛長了三分之一 超多 好了搞定好了 接下來我要說的 就是我覺得TOOFACE 最值得力推的一個產品 就是這個Diamond Highlight 我覺得任何人都可以用這個Diamond Highlight 這個是他們送給我 這個是我平時用開的 看看 兩者分別 還有我今天會用這個TOOFACE 應該沒得再買的 就是這個Unicorn Highlight Brush 我就會用這個照片 這個Highlight的感覺是非常薄 有一種很Dewy 即是有一種Diamond的感覺 還有它在不同的角度 看上去有不同的顏色 雖然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這種顏色看上去有點太誇張 但其實不是真的這麼誇張 看上去是像一個反光 多於像一個紫色或白色的感覺 你跟我說話 但你不會覺得是一個很誇張的一個Highlight 而且它令到我皮膚這裡的輪廓 好像提升了 好像多了很多胸位 感覺 蘋果肌好像飽滿了 所以我很喜歡用這個Highlight 我整天都用這個Highlight 如果是晚上外出的話 如果效果更加出的話 我會示範給你看 就是大家用一些setting spray 弄濕這個掃 然後再加上一點點產品 然後再加上去感覺是更加出的 看著 你這一招是可以用在任何的Highlight上面的 如果你想感覺更加實 和更加閃的話 是可以噴了setting spray 就是這樣 先塗嘴巴 我今天就用這支Glossier的Dreamy 塗一點嘴巴 完成 Woohoo 而且我覺得Two Faced 是一個無論是裝修 他們的裝修和他們的概念 都是非常有趣的 所以就特意下了舖 拍了少許片給大家看 所以現在給你看少許片 沒錯 那我就很開心 那麼Two Faced這次真的喜歡來到香港 那希望大家有機會 都可以落舖 嘗試玩些產品 可以感受一下Two Faced的產品 是好玩得來 他們的質素都非常之高 所以 如果你們喜歡用Two Faced的任何一個產品 的話 不妨留言告訴我 我希望大家喜歡這次這條片 如果你們喜歡一條片 講一個brand的類型的影片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有沒有哪些品牌 你都想看 我都可以看看你們的留言 再review給大家看 那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記得按訂閱 快點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記得要準時留意我們 逢星期二和四 九點鐘準時出的影片 好了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拜拜 拜拜